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月16号 我们内测服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要容生斗铃 这里大师学位宝箱 16个要先开了 集火单给了一堆 来我们先吃 以下我们这个22个单啊 走你 要全部都吃完哦 好这吃完了 有一个文灵单加30%几率 我们看一下 哎 45%几率成功了 加了1.911啊 这好夸张 啊 30块钱买这么些东西 应该还行 这个帝国学王里没什么东西啊 买了 现在充值方便很多啊 再把这个斗器用一下 加了3万 现在可以用5阶的了 我终于可以用5阶的东西了 各位 因为这个5阶的材料 我打了很多天了啊 所以这个5阶材料有很多很多 然后这个单方我们去买一个 这里需要17秒 这儿要练好多 然后估计直接就能升5级了 今天我们接着充值 但是先等等啊 突破 先突破是吧 600% 我靠 直接走 加30万 我们今天3亿肯定很轻松啊 然后刚才没有注意到开了什么新活动 很抱歉 让我看一看啊 哇 这是30万30万的加 加10次才能到3亿 差点点啊 下面接着练药 这个练药很重要 练完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吃啊 这里给了几个 这是 2000个 能练60个单 60个单的话肯定会出很多紫色的 但是 橙色的有可能可以出一个 我们开始来啊 66发 需要练三分钟 三分钟来 来 今天 春天宝六天之后 结束 这是一个新活动了 其实算是应该第八天的活动了 今天 买买礼包吧 免费的 宝玉 一个 两个 6元 走你 18元 30元 68元 两次 98元 我们号上还剩1200啊 春天宝这个活动我们就多充一点吧 因为我看其他活动也没什么啊 我们就把幽灵八也买了 活跃到时候看 然后就开始孵化 就奖励预兰 有500抽才能有一个七彩春天宝 这也太金贵了 七彩魔盒 这个兑换的话估计也不太行 今日能抽2000次 我们这个500抽 不太够 我想想看啊 活跃 你看每个活跃都能收那么多 这要10个才能对话 我靠 这 春天宝可以算一下这个价格 这是100抽会有一个 10个的话 其实要1000抽 这里的话是500抽 所以1000抽 其实会给三个 也就是说 理论上来讲 我们平均抽333抽 会得到一个春天宝 但今天 下午6点钟 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我们今天 别的好像也没啥 好像可以再买点春天宝 我的意思是这个 除了下面可以买一个什么 帝国风云 还有这里青年宪世 是吧 我们先把这几买了 买完剩下的 我们就把图片网全都买了 OK 6元 走 30 68 18 98 招募吗 诶不应该有10个吗 今天应该 哦这是领取了5个 这个残念 最近龙龄就只有一个 那这个没啥抽的 就9发 啥也不会有 给了个纳莱燕燃 还是有东西的 能加个3-5万战利 买个328 328会多一些这样的谷玉 这个东西就是谷玉吧 谷玉和宝玉 谷玉是最值钱的 谷玉可以最换成这个宝玉 嗯 328划算一点 一个 啊这不够了 啊这不够了 不是 我都没看到 我们剩下的这些钱 金玉 金元是 还是多少 哦还是202块钱啊 这202块 充不了328了 来给大家抽一个天天宝 试试看一下啊 248抽 哦直接给了7-5额 100抽出一个的7-5额就直接出了 这个运气很强 啊又给 不是吧 这显示不是 7%的概率吗 为什么再抽10次必得呀 他怎么是10%的概率了 怎么涨了1例 涨了2亿啊 这我们升级进阶了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概率没有写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太好出了 只要抽100抽 就必定有个针天宝 这样也合理啊 这样和什么异火来说 差不多的难度了就 不然如果真的要抽个 300-400抽 才能出一个的话 那这个太难了 好 跳过动画吧 走来个快捷一点的 每次来一颗 七彩不合 好 最后是抽 结束了 然后这里可以领取 领取了很多东西啊 七彩十乱是什么东西 抽奖的 好 这再领取一个 七彩抽奖的 看这个东西也不是很难啊 这里我们再复化一下 复化30次 刚好啊 1 2 3 活跃的你还可以再弄 然后我们这儿 兑换是可以兑换的 这有31个 只能兑换他呀 好 再抽奖的往来一个 两个三个 这好轻松 现在我们是时候 把抽奖的往开一下了吧 好 又一眼 胜镇 然后就再上 好 抽奖的往来 我们去给他培养一下 喂养一喂养 浮光联16个 升二阶后期 只能一直升啊 别着急 三阶后期 好 雪脉 这魔宠 我是感觉很鸡肋啊 还没有这个异火墙呢 今天好像就是这样打打酱油 虽然不太甘心 18买一下 30买一下 7000是可以升的 60的异火的材料 可以买一下的 剩下月卡 记卡 万戒楼 今天抽一下吧 可以抽五次 地名多少战利 待会我们看 其实差的不多 我们现在是2.98亿啊 这个战利我们现在升到3亿 这个每次点的就挺二 感谢各位不离不弃 好升级 啊 这一下就不够了 魔宠处理走你 这先历练一下 今天其实打这个能打很多 但是马上就删倒了 这个打了也没什么作用 我们排行肯定是可以打到460层左右 而且这个今天还打不到要两天的时间 这是哪个版本的豆魄 是新出的一个版本 叫做豆魄苍穹三年之约 现在只是内测 工厂还没有开始呢 这个装备升完了 一火生化火等一个 我记得这里有个东西 这个正盘先给它开了 举世绝伦的豆腐 给了很多宝玉 你看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个游戏好像没有那种新出村的那种感觉 进来就是民众乱客 好像就是一个快战士游戏 这我们随便用一下 其实今天这些没有用心在玩的 各位你们发现没 伙伴好像还有两个东西可以再抽一下吗 这个抽完了对吧 刚才是还有两个 好抽完了 今天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青年现世 再抽一下我们就可以了 现在就不用做特别细致啊 各位真的 马上闪倒了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盘宝 其实就结束了 这里青年地心火和 那个还有是海魔燕 自火 可以再拿一点点碎片 谢谢各位的大大光临啊 小龙以后周五偶尔给大家播 新豆豆 不会每天都播了 诶 刚刚好 最后九抽 达成了 好像没什么要升到了 因为我的心愿已经满足了 一个是升到了豆瓶 另外是战力突破三亿了 对吧 好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战力排行吧 现在这些主线就不用去做了 活也不用做了 我们还要删等了 各位 看一下苍穹宝 第一名4.78亿 第二名图诺 2.97亿 这是全服的 内测服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了 咱们拍第二 其实这个成绩说不上好 因为咱们才冲了255 250的100倍你知道吗 255 所以咱们做这个东西 其实一般 没有做特别好 特别优秀 挺一般的 十万大山 这个宗会我们没有能进去 以后咱们要进的话 肯定是进 那个区第一的工会 所以我感觉这游戏 现在因为 可能是因为没有宣传的缘故 再加上它这个特别的课 劝罪了很多人 也可能是因为 这个内测期间 本身就没有让太多人进来 我是额外买了一个现成的号 已经创建了角色的号 才进来的 剩下这些东西不用刷了 那些市场也不用买了 今天很感谢大家的大力光明 我其实只想和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说 我现在在经历一些很 很重要的事情 人生很重要的阶段 因为昨天晚上回去 到今天早上 发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可能对我的人生 会有很大的冲击和改观 我遭受了一些 很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我会觉得 无论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挺起企量来 我只能这么和大家说 也许大家有天还能见到我 也许有天就见不到我了 但是无论怎么样 希望大家在无论怎样的逆境里 做好你该做的事 哪怕你躺平 其实也没有问题 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就是度过人生这一辈子 最有意思的方式了 因为哪怕你躺平 其实也是因为 这样的话 也是适应环境的表现 因为竞争的太激烈了 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竞争 不需要那么多人 人都去走进上升通道 上升通道已经太窄了 各位 所以躺平也不一定是对过 我想说 各位 你躺平也好 或者你去奋斗也好 每个人有各自不一样的道路 对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是的 是的 然后也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只说 无论努力奋斗也好 无论颓废也好 我在这玩游戏 教不了你们什么东西 只不过作为朋友 也不能说 说教导一下什么 没有这个资格 我根本没有资格教导你任何 我只说 希望你们都能够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就是这样子 看不到我 因为我要进去呢 说不准 有可能 一切也有可能 对吧 这个世界上谁说得准呢 但是 几个看不到我也能看得到小龙了 感谢各位长期来的支持 最近那时间我至少还是会在的 我看能把眼下的难关度过吧 度过不了的话 可能咱这一辈子就那样了 因为人生有一些时候 有一些大的坎坷 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说任何过分的话 反正大家好好活着 好好的生活 就是这样了 不能在外面慢慢补税还债吗 有些时候 不是不能 而是不愿 因为 不公平 就是 我们可以人无负重地活着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活着 但是我不愿意人无负重 就是这样子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就下播了 拜拜了